Hello大家好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用到的一些护肤品 然后一共是10款 我的一些使用感受吧 因为你们知道我对爱用品的要求非常的高 我现在已经 我上个月没有出爱用品嘛 然后这个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出 就看情况 因为买了一些新东西的话 会一直在试用新东西 我不可能每个月都会有爱用品出来 所以护肤品一般 或者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东西 它是不会出现在爱用品里面的 你们会直接在空瓶机里面看到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所以就做一期这样的主题 那其中有一款产品 就一款是这个合作产品 那我觉得OK 所以我才接了 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到时候大家不想看的话就跳过 我到时候会跟大家说 那首先呢我想先说防晒 因为很多同学都有问我防晒 就是因为很多妹子不是要精兴了吗 大一新生 天哪大家留言的时候什么看到00年 都是基本是什么98年 97年都是比我小的妹子 所以今天柚子姐姐来跟你们分享防晒哦 先说一款这个ZA的 那这一款呢是我跟超哥一起买的 是他那边拼单的 那他跟我说这个说是安耐晒评价替代品 那我买了之后呢 因为我没有经常出门 然后我出门之前对防晒又不是特别的注重 但现在我又就是注重了 因为我想说身体上也不可以就是让他晒老 就是晒老嘛 然后就一直在用了 那这一款我已经用了大概三分之 快一半了 一半了一半了 对快用了一半了 有50毫升是ZA的 他跟安耐晒不同的是 他是SPF30 PA三个加 这款的质地真的跟安耐晒超级超级的像 你知道吗 就是他也是这样摇的嘛 然后弄出来他的质地也是一样的 也是像安耐晒这种 真的超级像 然后涂开之后 跟安耐晒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 他在身体上抹完之后呢 真的是有一种防水的感觉 真的是防水的 他这边说是防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 这个好像就三四十块钱 安耐晒要两百块钱 然后又加上他这个防水能力很好 就是洗的时候真的有点难洗 你晚上真的要用那个肥皂 把身上弄干净 然后用一块 就是那种什么搓澡精或者干嘛 把身体上这个防晒给搓下来 就是有点难洗 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这个是伊利斯尔的精管防晒 那我有买他们的防晒 还有这个日间乳液 还有他们家那个面膜 那个面膜我上次在空瓶机里面 跟大家说过 我觉得他酒精非常的浓 然后反正我这个敏感皮 我是混油敏感皮 然后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我觉得不好用 然后呢 他们家这些都酒精会蛮重的 说实话 所以这个日间乳液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它虽然有SPF50吧 但是它擦起来 擦完之后 它这个质地有点像那种土改叶 甚至有点像那种隔离 我不希望一个乳液 就是做到那种隔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它的质地 然后擦完之后 我就觉得脸上就是有点 拔干的感觉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一款 所以这个日间乳液 我不是很推荐 但我会把它用完的 因为它这个也没有让我过敏啊 或者干嘛 就是挺普普通通的一个 所以这个在我这里就是 我没有推荐大家去购买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防晒 这个精管的这个防晒 我知道非常非常的火了已经 但是在我的脸上 我一开始擦上去 哇这个包装真的是好好看的 我一开始擦在我的脸上 我就觉得酒精味好浓 然后第一次就是这样感觉嘛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 觉得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的质地 就是你作为混油皮来说 夏天不一定会喜欢 混油皮冬天可能还可以用吧 但是夏天的话 它擦完之后 它沉膜很慢 它虽然说质地不错 像乳液一样 但它沉膜比较慢 再一个就是 我看到有些混油皮说 用了之后长闭口 就你肯定是觉得 它太过于厚重了 所以干皮 夏天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是很抗菌那种 它这个酒精味为什么那么浓呢 相同的戴科啊 它的味道也是蛮好的 但是戴科那一款 它是不含酒精的 这款它是含酒精的 所以我个人用下来 我更喜欢戴科的那一款 虽然说戴科的那一款 擦完之后也跟它一样 就是脸上有一点油油的感觉 戴科我比较喜欢冬天用嘛 然后有点油油的感觉 但是它没有酒精 它虽然香 但是没有酒精 但是这款它里面就 酒精味还挺浓的 我觉得 伊利斯尔他们家的东西 我不喷了 我不喜欢 然后呢 就来讲一款合作产品 但是这一款 我要跟这个Dior的面霜一起讲 因为它拯救了这一款 它居然拯救了它 我真的没有想到 让我慢慢跟你们说 我是上个月就有在用一下 然后他们说 上个月用了之后 可不可以 就是上个月跟大家来分享 但是我当时用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get到它好用的点 反而我觉得他们家那个三色眼影还蛮好用的 然后我跟他说我想分享那个三色眼影 他说 但是他们这一款现在就是在那个主推嘛 然后我就拒绝它了 我就说那算了 那算了 然后呢 日本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 能不能就是再试一下 然后我想说 那就再试一下好了 还好我真的就是再试了 不然的话不会接 你知道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玻尿酸嘛 就是蛮普通的嘛 以前用玻尿酸是觉得说 就基础保湿 但是后来我更加注重一些抗老之后 就没有那么的会去尝试那些玻尿酸 所以一开始对它也无感 但是当时啊 我那个Tatcha的面霜用完之后 我就买了这个Dior的 Dior的这个 我知道一开始 我刚在购物分享里说的时候 大家都说它不好用 长闭口什么的 然后可能我也有点先入为主的感觉 那当时用Tatcha的时候 我搭配的是VC的精华 然后后来我也是VC的精华 搭配这一个面霜 然后这个面霜呢 它的香精味还蛮浓的 里面是粉色的这个质地 擦出来呢 就不是那种特别油的那种质地 在我混油 我夏天用也是OK的 但是当它跟VC精华搭配的时候 不搭配我也试用过 我就直接用这个面霜 我觉得脸上有一点刺痛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敏感肌 懂不懂我 就是你一个东西你擦上脸 你就有一点痛痛的 然后有点红红的 有点热热的感觉 这就是有一点轻微过敏的感觉 你一擦上去 不管这个东西是新还是旧的 你以前用的 你就感觉不舒服 你知道吗 然后就给它两个搭配 没想到第二天状态很好 然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感觉 然后我想说应该是它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又用一个功效性比较强一点的那种VC 我用的那个VC是20%的 我之前有介绍过就是那个RB的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两个一起搭配的缘故 然后用了它之后 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我第二天的皮肤状况就是很好 那我现在20出头的这个年纪 不准说我30岁 我知道 你们有些人肯定会说 看起来怎么像30岁 对没错 我就是成熟 怎么样 然后反正就这样用嘛 然后真的真的好喜欢哦 就瞬间感觉这个玻尿酸眼液非常非常的好用 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是怎么样的 你看 是这个样子 这些是已经用掉了 这个它就是上面有一个 它可以掰的这个东西 直接把它掰掉 然后就很卫生 然后也很方便 又不容易划伤手 气微它女儿肯定以后会很喜欢这种安瓶嘛 因为它女儿不是很喜欢收集空瓶嘛 这个对我们这种很喜欢用空瓶的人来说 也是很爽 就是掰一个 就是碰咚 然后用完 然后直接整个丢掉的感觉 真的很爽 因为就不会留下那种什么垃圾啊那种 我还蛮推荐大家 吃比较年轻的肌肤 那你只需要保湿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这一管我通常都是脸颊脖子 然后早晚都会用 我觉得用下来皮肤状态很好 跟我其他的护肤品搭配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正在用一个比较功效性强一点的面霜 你跟我差不多年纪 就拿SK-II大红瓶来说 那你不想再搭配同系列的一个精华 你会觉得过于的这个营养丰富的话 那我推荐大家之前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玻尿酸精华 再加一个比较功效性的面霜 这样就会比较平衡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是跟那个什么山东福瑞达医药合作的 所以一个就是安全一个就是便宜一个就是 不会让我这个敏感肌过敏 我跟大家说有些妹子会这个分辨这个到底东西好不好用 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在听到人家推荐的时候 一个东西它如果是自己买的 它必定会先从 如果它拍购物分享的话 会先从购物分享 然后再喜欢的话会放到爱用品 然后最后再在空品里面讲 就整个流程下来就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如果有一个东西就直接出现在你那种爱用品里面 你们大家就最好就是稍微斟酌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就是连贯性 那放在爱用品里面的话 那你再看看他们po主的这个空品机里面有没有 空品机应该不会作假 很连贯的下来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东西OK你值得去买 对 哦对还有就是这个NACO染色的这个玻尿酸 它现在那个旗舰店好像就有那个做活动 买一盒这个正装还送一盒这个正装 而且还送一个这个 这个我还没舍得拆开用 我准备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用 一盒这个体验装 这样的话可以出去玩的时候用 就特别的好 然后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好用 你们一定会在我的空品机里面看到 好了广告到此结束 哦这个面霜也讲过了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 用完这个不会回购 但是我以后还会选择功效性一点的面霜 来跟普通一点的精华来搭配 就不是那个玻尿酸吗 还蛮好的吧 毕竟拯救了我一款1000块钱的面霜 不然这款是真的用不了 我跟你讲 它跟那种强效一点的精华 不能搭配 完全就是不行 再说一下Dior这款眼霜 我是跟刚刚那款面霜一起用的 它这个眼霜里面有一点点超级细微的闪 就是那种闪片 看不出来就是有那种微闪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它呢会搓泥 哦我忘记说了 那个面霜也有一点会搓泥 就有时候会搓 有时候不会搓 但是这个眼霜一定会搓泥 所以我不选推荐了 那再说一款推荐的眼霜 推荐的就是这个 焦韵师的花样眼霜 这瓶是初抗老的 你们很多人问我 就是初抗老的这个问题 那我给你们推荐这瓶眼霜 这瓶眼霜 它这个 我以为啊 焦韵师他们家产品 因为以前闻的都是那种 特别味道特别特别重 然后就真的熏死人的那种 但是这瓶没有 它的味道就蛮好闻的 质地也很好 然后很舒服 容易推开 不搓泥 早晚都能用 我现在就早上用这款 然后感觉非常的好 用在妆前嘛 主要成分的功效是消水肿 再就是抗氧化 再一个就是T拉紧质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功效 那我觉得在这个初抗老的眼霜里面 你们想比如说小棕瓶呀 那种又腻了 我不是很喜欢小棕瓶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相对来说 我更加喜欢这一款 焦韵师的花样眼霜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觉得初抗老里来说 性价比还是算蛮高的 再一个就是美白精华 这个是The Ordinary的 这个杜鹃花酸这款 那这款我在4月份的时候 就开封了 但是当时陆陆续续的用 然后最近我才就是经常来用嘛 发现好多护肤品 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以后就定期做这种主题了 看一下最近用的一些新的护肤品 让你们可以有功课可以做一下 它这个质地特别特别的适合油皮 就是用完之后它很清爽很清爽 就是甚至像那种有硅的妆前一样清爽 油皮应该蛮喜欢的 但是用下来我目前没有感觉到 它对我的痘痘有修复或者什么的感觉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给大家说这一款的原因 有些人说它淡痘一满 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新陈代谢也有关系 也不只有它 所以到时候你们在空瓶剂里面留意一下 等我这个以后用完了 我在空瓶剂里面跟你们讲 它的效果对我来说到底有没有会不会回购 然后呢是我一个痘痘的救命稻草 最近非常喜欢这个 也把它推荐给我姑姑了 我姑姑要买那个狮王的那个 然后我就跟她说 那个对我来说没有效果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 然后她就买了 这个是倩碧的这个水洋酸的去痘的 这个对我来说还蛮有效果的 这个是继我之前用的什么上水合肌 威诺娜 有效果多了 因为它毕竟是含水洋酸的嘛 超级无敌耐用 也是因为我最近没有很频繁的抱痘痘 那前段时间我还有在抱 然后最近也不怎么抱痘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样 但如果你有抱痘痘的话 就可以试一下这一款 你涂上去之后啊 你第二天那个痘痘会扁掉 你只要薄薄的涂一层就行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你这个液体会在你痘痘上结一层加 然后你的痘痘会慢慢慢慢扁掉 我觉得还蛮有效果的 这一瓶也不是很贵 而且容量很多 可以用很久 性价比很高 然后推荐你们去试一下看看 最后一个是这个月威的颈霜 这个颈霜是我本来买给我妈的 然后她觉得她没有颈纹 然后让我用 因为她觉得我有颈纹 比较多的就是本来胖 然后一下子瘦下来的人颈纹可能比较深吧 我还可以因为我没有说无敌胖过 也没有说无敌受过 就是还行 我觉得这个起伏在10到20斤那样子就不会特别的有颈纹吧 那颈纹跟眼霜这种东西都是一样的 预防大于治疗你知道吧 因为我这个我对眼霜真的是高中就开始注重的嘛 你们也知道我高中就开始涂眼霜 不管便宜的贵的 那个时候就从那个豆乳开始涂 反正现在呢眼部的状况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觉得眼睛以后会很显老 那两条深深的纹的话真的会还蛮显老的 当然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就医美能改善 我觉得她的这个质力还可以 然后用上去也是还可以 这种就是有一点噱头 反正你有了再擦已经没办法了 你只能没有的时候就开始擦 我觉得护肤品没有这么神乎奇迹的功效 这个跟天生的那种也是关系非常非常大的 就比如你看四川的那些妹子 这个皮肤比较好 那是为什么就完全不能归功于这个护肤品 第一个湿度比较大 你看大家一起就是除湿啊各种吃辣 还有第二个它是处在这个盆地里面 上面云比较多紫外线比较少 这晒的也比较少 所以这种皮肤会比这个其他地方的会稍微好 还有一个那种啊就是什么 他们也比较悠闲 天天什么臭臭麻将啊那种 反正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 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血缘关系比较远 那个时候不是这个福建那边迁过去 还有在一个就是山东的那边人跑过去 那大家血缘关系比较远 生出来的孩子就是比较漂亮 哎漂亮伴随着皮肤好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大家请理性的看待一些护肤品的种草 好吗 然后最主要还是一个身心的这一个 因为心情好的话皮肤也会好 快没电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分享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投币弹幕留言 然后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